好在掌握了C元常见错误的一些例子过后 那么下面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章节的最后一个内容 关于预处理器的一个使用 那么预处理呢在我们整个C元编译过程中 属于是第一个阶段 那么对于这个阶段呢 我们要求大家尽量去掌握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机制 然后利用这样一套机制呢 我们能不能更方便或更灵活的去调整我们的代码 让我们在编译的过程之前尽量的去处理 或尽量的按照我们的一种技巧性的东西 对编译器进行一个服务 所以说预处理器呢更多的概念是技巧性的东西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C元的预处理中呢 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几个类 第一类就是包含类 也就是我们的英科路的这个预处理的一个关键词 当然这个一定要注意 它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关键字 这个也就是只是预处理器中能认识的一个东西 预处理器能认识的东西非常简单 就是锦号 就锦号加一些我们的需要的一些单词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我们要看第一个英科路的 英科路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包含 包含什么呢 包含投文件 那么这个投文件包含进来呢 实际上就在当前的位置上进行一个展开 那之前呢我们用GCC-E的时候可能已经看到了 其实也就是说你英科路的一个投文件 实际上就相当于在当前的位置上 把这个文件的内容进行一个什么展开 然后展开当然展开的最终目的就是什么 通过GCC把这个文件也相当于进行的一次编译 那么这个呢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可能还会再去理解它 include 然后第二组呢我们称之为define define呢我们把它起名叫做红 什么是红呢可能很难理解什么是红 那么我们就把它理解的一个动词叫替换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define它的最终目的就是替换 那么替换呢我们说分两种替换 那么这两种替换呢其实方其实都是一样都是替换 第一种就是我们最典型的define 然后呢加上我们的红名 比如说 比如之前我们的ABC 然后加我们的什么红体 那么在红名和红体之间都至少要有一个空格 当然多一个空格行不行的没有问题 多一个空格没有问题 好所以这一次我们对于红的第一种认识 那这个红呢在展开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它的替换过程中 我们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不进行语法检测的 不进行语法检查 也就是说你你怎么写的他就怎么给你替换 然后具体语法检查在哪里呢 在我们真正的编译的过程中进行检查 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小心 就是说你的红体可能由于出情马虎 写错了或者说写的不是很规范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进行相应的语法检测 直接替换 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程序最终在最终的翻译过程中 这个由于你的这个失误 导致最后编译器认为是个错误 那么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 括号 就是因为我们在红展开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 一些优先级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一般养成习惯 你也不用去特别在意红明和红体之间的语法关系 你就养成习惯什么 加括号 加括号 然后呢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程序啊 稍微变得比较 就是让这个红体啊 让这个红体可以可以更加的安全啊 当然这个例子是非常简单 我们这儿不进行不进行演示啊 我们给大家举一个 就相当于我这儿 define 比如说我定一个abc还是abc啊 但是呢 我定义的是一个5加3啊 这样一个红体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啊 如果说我现在的初衷 比如说printful 就是说我的printful呢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比如说用百分之地去看一下 那么看什么呢 看abc啊 但abc呢 我们做的做法是abc乘以一个 比如乘以一个5啊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逻辑性的一个 一个那个意义啊 比如说abc乘以5什么意思呢 那它就展开 完完全全 根本就不进行任何语法检测的展开啊 就是你原来abc叫什么 叫5加3 好了 它根本就不会关心你 直接放这儿 然后后面是什么呢 好了 乘以什么 乘以5 那么这个时候很显然 那么我们的这个表达式呢 肯定是后优先级最高 也就是先做3乘以5 然后再做5加 那么这很显然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因为我们abc可能是先读到8 然后8呢 再乘以5啊 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这样一种呢 一般来说都会出现一种奇异性啊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啊 基础之上去怎么的 去增加括号啊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个习惯问题啊 也不要去太花太多时间去追究 为什么啊 就是你只要是红体 那么我们就不管321把这个括号加起来 那么是最安全的啊 最安全的因为即使展开 不管你后面有后面或前面有什么优先级的符号 括号是最高的优先级啊 这个大家就可以记住就可以了啊 好 当然这是一种啊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红函数啊 红函数 那么这个红函数呢 在使用中呢 也是用了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abc 但是呢 它的红名中啊 就多了一个小括号 那么这个小括号 比如x啊 这个x呢 你大写小写都没关系啊 但是我们的红名 一般来说养成习惯 就是不成文的规定啊 所有红名全部是以大写字母啊 作为标识符啊 然后这样的话呢 这个x呢 我们可以进行替换 比如说我们也还是一样 比如说我说可以写成5加什么x 那这样的话 这个x就是你一跟3 那么它就变成5加3 跟4它就变成5加4啊 进行这样一个函数替换啊 函数替换 那么具体关于红函数 跟我们后面要讲的函数有什么区别 那这个呢 一会儿我们再讲到具体后面函数部分中 我们再来看啊 就是我们现在先了解一个基本语法就可以啊 所以说 当然这个地方呢 一样的道理啊 还是希望大家干什么 加括号 加括号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的x 可以是一个数 也可以是个表达式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只要看到红首先加一个整体加括号 然后如果是红函数 那么我们的什么 红参数 也就是红函数的参数加括号 当然对于这个函数 我们还是要安全起见 再把整个什么 红名进行加括号 所以说整个红呢 你其实就把它立成 安全就是加括号 目的就是为了加括号 安全起见 这是我们关于红的第一 一个简单的认识 一个简单的认识 那么红呢 当然有它的好处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红体很长 那么我们呢 没有必要每次都把这个红体再写一遍 那么用一个红名就可以展开这样一个红体 也更好的让代码进行具备一种可读性 所以红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就把一些什么 把一些大家公有的 或者是基本上去要实现了很长的一段代码 我们用一个非常简短的名字 让大家见名之意 所以这是红的一个简单使用 最后一组呢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叫条件性 条件编译 所谓条件编译呢 那么这个一会儿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条件编译的关键词很多种 但是呢 我们这先列举一种 就是if else加n的if这样一个关键 这个跟我们c元中所说的if else也非常像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啊 他这个地方有衣服 而且还得有一个什么n的衣服 好 那么这个部分是我们应该说是条件编译中的 应该说技巧性最强的一个部分 一会儿我们来看 好 那么我们接着把这个说完 说完 然后在我们整个预处理器的提供的这些方法中呢 我们系统中其实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预定预红 就是说我们以后看到了这样的单词 那么我们的脑海中第一个反应 不是我们写的 而是什么系统已经定义好的 而且这个系统呢 大部分来说都是GCC 或者说C元编译已经定义好的 这些红跟具体的操作系统关系不太大 也就是说只要你涉及到用C的编译器去翻译 那么这些红名我们都可以用 这些红名那么用的用法 它是非常的 尤其在工程中调试中是用的是非常的众多 那我们先看它的规律 首先来说这些红函数 红名全部都有两个下滑线组成 这地方大家注意 因为这看不清 是两个下滑线 两根下滑线 然后首尾相组合 然后那这种红呢 我们又把它称其名叫做系统定义红 也就是以后咱们在定义红名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这种方法 因为这种方法是系统已经定义好的 我们定义了就定义成自己的一套规则就行 好那这个什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系统已经给我们定义好 定义成什么 这些都是可变的 也就是说 红名后面这个红体究竟是什么 是定义不了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方可行顾名思义呢 其实就是我们指向的是什么 函数名 函数名 然后这个line指的就是我们的什么 行号 那么这个file自然而然指的应该就是我们的文件名 那么这三个红在我们的调试开发中应该说使用率也是非常高的 首先我们来给大家来举这么一个例子 来举这么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换一个 我们叫做002.c 我们还是使用标准的一个打印信息 我们来看一看咱们最终的一个现象 好还是printful 还是printful进行打印一下 我们来看 首先来说我们要想把这几个几个变量 因为大家知道一个是记住这个地方是个大写字母 fondcation 下滑线 然后我们的file 然后我们的一个line 我们来看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fondcation呢 那么这个 好 我先看一下啊 第一个fondcation呢 它是个S 就是支付串 然后文件名也是一个什么支付串 我们就简单来说就这样啊 先写上三个 然后行号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数值 一个数值 我们用d来打也行 好 然后最后我们加上一个return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编译的效果啊 gcc-o build002.c 好 那么这时候编译没有任何报错啊 没有报错 大家可以看到很奇怪啊 就是说 按理说我们用什么 你之前应该先定义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使用 但是我们这地方是可以直接什么 直接使用的啊 那好 我们先看一下 build一直行 非常奇怪 看mile出来了 002.c这个字符上也出来了 5 这个东西也出来了 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个mile恰好就是我们这个函数的名称啊 然后呢 我们的002.c呢 不就是我们刚刚编译的这个原文件吗 对不对 而line这个地方是行号 那如果说我们数一下12345A 这行刚好是第五行 看没有 所以说也就是说 这三个红其实都是在编译之前 是不是确定你这一行的信息的一些什么 一些支不串啊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啊 这个好处在我们的这个文件看不出来啊 但是如果在我们的工程中 如果是多个人 多文件编程 甚至来说咱们的代码几量非常大 可能有几千行啊 甚至上万行 甚至呢 有几百个文件啊 进行一个编译的话 那这个时候一旦出错 或一旦你打印一个打印信息来调试你的程序的时候 那你怎么来保证是我打印出来的结果 还是别人打印的结果呢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调试信息之前 加上这三个红的一个什么 一个说明 那么这个函数刚好就告诉你了 如果这句话执行 那么这个地方的关键字就恰好是什么 这个函数名 那么刚好呢 如果是这个句话执行 自然而然也就在哪一个文件上就看到 然后甚至来说这个文件的第几行 是不是也能看得到 如果说这是个错误信息 那很明显我们就会很容易的去找到 文件的第几行 或者是在哪个函数出的错 这样呢 对于我们调试开发来说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非常非常方便 好 那么再把这个例子稍微再改进一下 咱们再来看啊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函数 咱们不叫FUN了 不叫Mile 我们叫FUN 然后呢 我们调用我们的Mile函数 Mile函数 去执行FUN 执行FUN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 为了把这个地方 我们再加点别的 比如Int A 这行号 自然而然就改变了 好 我们再来编译一下 好 那大家看 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关键词也变了 FUN的第一个关键是FUN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还是文件名没有变 但行号又反而改变 所以这样呢 我们通过这三个预定于红 或者预定于红 可以在我们的调试程序中 可以快速的定位我们的 到底是在哪一行执行的 这样的代码 所以这三个红呢 主要在我们的调试中会使用 这个呢 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住 或者说我们能够灵活使用就可以 灵活使用就可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